他是一名农民 初中毕业 却理智制造飞机 飞向蓝天 新进的一个杨老师 造飞机而且成功了 飞向天去了 说不出来的感觉特别激动 无奈却接连遭遇失败 飞机装在树上之后呢 大时可以说就是手里 是买面有一句话 来了这个状态 飞机制造成功 但能否飞向蓝天 欢迎收看我爱发明 我心飞翔 可能对于很多 在城市上班的人来说 飞行就意味着出差 意味着旅游 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说 飞行这是一辈子的梦想 这个梦想该怎么实现 在天空中自由飞翔 是每个人心中的梦想 而您想过自己亲手 制作一架飞机 并驾驶它飞上天空吗 可能这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但在山东省腾州市 南沙河镇冯中村 有位弟弟道道的农民兄弟 就亲手制作了一架飞机 我们的编导感到十分好奇 便火速赶到冯中村 想看看这位民间高手 自制的飞机是什么样子 您好 姐 您知道朱世权家在哪吗 我们这就是朱世权的家 是吗 您是 我是他老婆 我是我发明的冯小娟 你就是那个冯的 我之前凭她说过 她正好上地干活去了 我们上午等一会 我给她打电话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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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你上我等一会 等一会 嗯 朱世权家 这个冯刀来啦 哦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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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刀 咱看下飞机去吧 行 行 风导刚来歇会呗 不用不用 先看一下 看一下 这位大哥还真是个急脾气 迫不及待想让编导看看 他坐的飞机 这就是朱世权的机铺 万万没有想到 在这普通的村庄里 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个 别有洞天的地方 这都是你坐的飞机 一架 是的 这是一架双个的飞机 哇 这个飞机真的很大呀 这个还挺漂亮的 都是金属的颜色 这个是机翼吗 是的 这两个呀 是这个 这一架飞机的机翼 嗯 这两机翼呢 是这边这一架飞机的 因为这个场地限制嘛 装不开 这个流线型的造型 还是很漂亮的嘛 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工作室 在这个房顶上 这个钢结构的一个棚子 这个搭在平房顶上的棚子 就是朱世权的飞机制作室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您看着屋里堆满了木头和电锯 没看出是飞机工作室 倒像是个木工作法 编导实在不相信 刚才看到的飞机 是从这里产出的 这个是你做的吗 嗯 是的 是的 这是我做的 还没做完呢 这是飞机的哪个部件啊 这是那个飞机的机身 这个飞机都是由木制作的吗 嗯 对 这是这个飞机啊 是木制结构的 全都是木头 对对对对 它这个木材啊 它也不是普通的木材 这是这个云山木 哦 云山木呢 它的重量轻强度比较高 但我没想到 你这飞机是木头做的 哦 它是这个样子 咱们这个木头 它是做完这种是一个骨架 然后咱们还需要蒙皮 哦 金属嘛 这个它都有一定的这个 疲劳周期木材呢 抗疲劳强度呢 比金属要好得多 这么说 木头还是制作飞机 一个非常理想的材料 嗯 是的 这个啊就是这个做好的液类 你看之前这钉的这个钉子 都已经起掉了 很轻的 这一个液类也就是100克多一点 这个胶水啊 这是一款这个 船空专用的一款胶水 它这个秤呢是一个科秤 就是说精度呢比较高 0.01克都可以都能秤出来的 这更让人大跌眼镜 这么一架大飞机 原来是一堆木头做的 飞机的骨架 则是用航空浇水粘接 居然一颗钉子都没有 这对制作手法要求相当严格 而今年38岁的朱世泉 只有初中学历 却有一定专业水准 身为地道的农民 他为何会对制造飞机 如此痴迷 这个坐飞机啊 在我这个心里啊 从小也是一个梦想 特别当时看到一个 新进的一个杨老师嘛 坐飞机而且成功了 飞上天去了 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特别激动 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 从那以后 朱世泉拿出全部积蓄 15万元开始坐飞机 第一架飞机 没日没夜坐了两年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还没正式是非 就撞到树上摔坏了 两年啊 他都是什么呀 他都像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 是吧 就是说 你通过自己双手是吧 一点一点的从无到有 你把它做出来 花了非常大的资金啊 心血啊 当时可以说就是 手里心满面有一拳 歪了这个状态 到最后你把它摔了 那种感受 真的都说不出来 你可以看到那一个 那一个副衣还在那放着 那个副衣还留着 摔坏飞机已经是 六年前的事了 但朱世泉提起来 还是颇为动容 我进完之后就还得静坐起来嘛 继续搞嘛 就是应用那句话了 你在哪摔倒还是在哪爬起来 你不然的话就是说 你所有努力全都白费了 经过八年不断学习摸索 摔坏了多架飞机 才制造出现在我们看到的飞机 这次全新的飞机能顺利起飞 并翱翔天空吗 要想试开飞机 首先要把飞机拉出村子 这里是小村庄 和大型机场完全是两个概念 这么个庞然大物 从狭窄的小巷运出去 就是个大工程 朱世泉小心翼翼开着车 生怕飞机刮擦到墙上 有任何闪失 朱世泉的媳妇刘姐 和负责机物的小马 仔细观察并指挥着 左边太窄了 眼看就要刮到墙上了 再看动一点 刘姐马上用左手 护住飞机尾翼一脚 多年来 朱世泉把打工赚来的钱 都投入到飞机制造中 妻子虽然颇有怨言 但同时 她也目睹了丈夫的艰辛 这次是非 她选择了默默支持 小马是朱世泉的飞友 也是某飞行俱乐部的 专业机物人员 这次听说朱世泉 要试飞新飞机 专程从上海赶过来帮忙 在小马的指挥下 只能倒回去重新开 往这边一点 这边一点 好 慢一点 慢一点 一定要慢 好的 没问题 这次的位置比较正 车子拉着飞机 顺利开出狭窄地段 这边缺一点 这是又怎么了 怎么停下来了 窄了吧 窄了 原来是飞机太长 转弯又要碰墙了 这次只好把拖车拆下来 几个人合力把飞机推过去 终于看后面 好 终于看后面 没事吧 好 我想把车开出去 好 好 好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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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出来 我们一直在担心 飞机能否起飞的问题 可万万没有想到 起飞之前的困难 居然也不少 每一个小小的环节 有可能出问题 可见制造飞机需要 多大的耐心和毅力 而最难的还不仅于此 让它更难过的 是亲戚朋友的冷嘲热讽 是吧 你一个农民 你也没有什么学历 你在那儿造飞机 是吧 他们的东西 你还要忍受他们的眼光 就不如正硬 终于来到宽一些的大路上了 我们此次试飞的场地 是在山东省临仪市费县的 许家牙航空飞行营地 位于费县许家牙水库西侧 属于宜蒙山地区 是一个三面环山 一面临水的飞行基地 竟确认这里的空域允许飞行 你把我抬一下吧 好 来 你把我抬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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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乘客放开 放开 好 等一下 没办法 来 来 来 坐里边吧 不要 不要 太高了 太重了 好的 落落落 好 好 我得检查一遍 现在正在做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声音测试 很清晰的 你刚才说话我听得很清晰 你得稍微声音大一点 你声音不大一点 但是我发现你刚才说的声音小 它不小 此刻作为地勤指挥的脚马和注视权 在测试地空联络的通讯设备 地勤人员是飞行活动中非常重要的角色 飞行员起飞降落等动作都靠地勤人员掌握 我没听到 你那边都没有收到麦克风的声音 朱士泉抓紧一切时间 把飞机的机翼装好后 挪到场地中间 似乎感觉哪里不对 我们印象中的飞机跑道都是平整光滑的 而这里倒像是草原 完全没有跑道的影子 基地由于多日不用 长满了野草 已经分不出哪里是起飞跑道了 咱们现在这个可以说 就属于越野飞行了 它这个全是草地 而且这个草地它还不平整 第一是比较高 第二是草也比较茂盛 里面还有一些坑什么的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草 现在差不多有十几厘米高度 轮子已经被炒过了一半了 这样是不是对滑行有难度 是的 有很 会影响很大的 它会降低它的速度 对 它会滑行的时候增加阻力 这样会不会有危险 还是有的 要不咱们先滑跑一下睡一下 行吧 只能说是先滑跑看一看 有点侧风 而此时的风向是侧风 在起降时会造成飞机倾斜 导致飞机偏离跑道而损毁 此时风速是每秒约5米 按照常规 30米的滑跑距离就可以起飞 但是由于场地不平 滑跑速度提不起来 所以滑跑距离要超过30米 而滑跑的距离越长 危险气数就越大 飞机能否安全起飞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滑跑开始了 从飞机的颠簸程度 可以看出草地坑洼不平 为了更好的制造飞机 朱士泉特地花了两年的时间 学习飞行 但由于在这里是首次试飞 他对长满野草的坑洼地面不了解 此次试飞 他不敢开太快 我们看到整个试飞过程中 飞机几乎没有离开地面 根本没有飞起来 首次试飞宣告失败 第二次试飞 风速又有了变化 此时风速是每秒一米 接近无风状态 这样慢的风速 可能风筝都飞不起来 飞机就更难起飞了 所以滑跑距离比上次还要增加 这次起飞的难度更大了 紧张气氛也随之增加 朱士泉非常担心 这次试飞会整体失败 第二次试飞 飞机只离地五厘米 还是没有飞起来 由于草的高度 我们甚至看不出飞机离地 看似风和日丽的天气 反而不利于飞机起飞 两次起飞失败 让朱士泉和小马的心理压力增大了 它们试飞能否成功 成了一个未知数 这个航空基地三面环山 一面灵弧的环境 导致阳光照射不均匀 从而在空中形成不同气流 山的背阴面是下降气流 山的阳面和水面是上升气流 分布不均衡的气流 会使飞机在起飞的时候 极其不稳定 第三次试飞 小马也十分紧张 不断叮嘱朱士泉 要提高滑跑速度 同时注意地面安全 争取试飞成功 朱士泉也全神贯注 紧盯前方 抓紧提速努力起飞 而速度拉起来后 坑洼的地面 使飞机更加颠簸了 在飞机滑跑过程中 飞机刚刚离地 突然来了一股 强烈的下降气流 起飞 再次失败 三次试飞都失败了 飞机还能飞起来吗 朱士泉和小马继续调整飞机状态 准备再次起飞 此时朱士泉显得有些焦躁 如果风速还是起不来 今天只能达到回府了 连环正常 温度正常 好 再操纵一下 经过三次起飞的尝试 朱士泉对场地有了整体的了解 滑跑避开挖的地方 针对风速几乎为零的状态 拉长滑跑距离 起飞时避开刚才的下降气流区域 好 可以起飞 经过一系列的调整 避开不利于起飞的音速影响 这次飞机终于冲出滑跑轨道 顺利升空 看 你看 你看 还行 还行 可以 这飞机好 实际上是 简直不错 坐得还行 我做工可以了 做工可以了 可以了 试试 好 漂亮 精良的做工大家都看在眼里 顺利起飞 也充分证明飞机的性能良好 朱士泉将近十年的坚守不放弃 终于让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由于此地气流分布不均匀 我们可以看出 飞机在空中持续颠簸 这正是考验飞行员操控飞机和准确判断的时候 飞机悬载空中速度很快 也许一个判断持五 就会导致击毁人亡 为了进一步验证飞机的性能和稳定性 朱士泉和小马决定进行更高的挑战 超低空通常测试 这是飞行员将飞机降到3至4米的高度 略过地面 难度非常大 超低飞行如果有一点点偏差 飞机也许会拍到地上 现在不用回复 你就全程听我讲就行 如果制作工艺一般的飞机 是无法完成此项测试的 好 OK 安全高度不要再下降了 超低空通常测试 需要飞行员和地面人员高度紧密配合 才能完成 跑到这个方位 这个方面过来 不要靠近那个风力发电的一块 好 不要下降了 OK 加速 好 你在静静的时候建立好下滑线 然后这一次控制好在30米左右的一个低空通常 超低空通常测试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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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完毕后 飞机即将降落 而降落比起飞难度系数更大 更具风险 对对对 再往背购 这次降落位置有偏差 飞机航线偏离了跑道 并错过了最佳调整时间 降落失败 只能复飞 原位飞行史上有过多次 因为降落不当造成的空难 这对诸实权而言 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次诸实权提前调整了降落位置 这一次飞机能成功降落吗 如果仍然不成功 反复复飞 飞机的燃油会不会耗尽呢 围观群众开始为诸实权担心起来 一定要是羊头的姿态往下落 好 漂亮 诸实权自制的飞机成功完成了起飞降落的全过程 十年来经历重重失败 万般艰辛 他始终不放弃 最终实现了心中的梦想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位朋友 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我们的这个发明圈当中有这么一批人 他们的执着精神实在是太让我们佩服了 好 感谢收看 下期我们再见